嘿大家我是巧玉 这部影片要跟你分享离职 这阵子我所体会到过去当上班族的好处 如果你正在思考要不要离职靠自己的话 可以先看看这部影片再做决定哦 当上班族的好处第一点呢 就是生活作息非常的规律 上下班都有打卡 真的是生活规律的好帮手 如果不需要打卡的话 能够自由进出公司 我可能每天中午过后才会出现在办公室 这也是当初为什么我不再为金钱烦恼之后 没有马上选择离职的重要原因 如果不需要上班打卡 又没有目标 没有事情可以做的话 我真的会每天贪婪在家里面 而且下班打卡 就可以把你的工作放在办公室里面 在你的通勤路上 让自己的心情沉淀一下 可以把工作跟生活有很明确的划分 但是现在在家工作 随时都会想到工作上面的事情 很容易呢就工作到忘了休息 然后忘了把工作跟生活给区分开来 上班的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可以见识到各种人事物 上班的时候呢 需要大量的接触人类 欸不对 是大量的接触人群 如果这样讲的话会被发现我是外星人 在我过去的上班经验呢 比较容易遇到生活有困难的朋友 我看过欠一大堆债务啊 或是需要政府的给付 或是补助才能过生活的人 他们常常启发我去独立思考 去思考他的人生过去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 他做了哪些事 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那我的将来会不会遇到这样子的挑战 如果是我呢 我会怎么样规划自己的生活 所以在上班的时候呢 各种的见识跟见闻 真的让我开始练习独立思考很多事情 有机会去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上班的第三个好处呢 就是上班族有固定的薪水和基本保障 其实自由工作者的困扰并不是缺案子 而是要接到一个适合的案件 有时候工作上面的努力呢 也不会马上就看到成效 但是过去在上班的时候 上班族一天不做事情 好像就赚到一天的薪水了 自由工作者一天不做事呢 就等于你少赚了一天 那你不能浪费 你也不能装忙 因为你浪费的是你自己的时间 而且有时候上班公司会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像是劳保啊健保还有劳退 工作上面也会接触到想玩的资源 还有人脉可以帮助你 这些方面呢 在自由工作者都需要自己承担比较高的成本 才能获得这些社会型的保障或是资源 而且上班族呢 还可以省下一笔水电费 像最近几个月 我家的水电费真的是比较高一点点 卫生纸的用量呢 也多一些些 但这个部分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因为我也省去了通勤的时间 还有交通费 上班族的第四个优点呢 就是多喝水多上厕所的好习惯 身体的代谢 荷尔蒙的分泌 还有我们的血液循环 全部都和我们的水分有关 多喝水还可以帮助瘦身 所以没事多喝水好处多多 我必须要说过去在上班的时候 我真的喝水喝的比较多 会比较有意识自己有没有在喝水 喝了多少的水分 最近呢我也在练习喝水的这个习惯 目标呢是希望每天都要喝到身体 基础代谢了两公升的水分 如果你的身体水分不够呢 你的大肠就会去吸收 便便中的水分 这样子身体呢感觉不是很健康 所以大家一起多喝水喝起来 上班族的第五个优点呢 就是有同事的陪伴与支持 在我过去的公职生涯 最大的幸运呢 就是遇到天使般的主管 他不只教会我要怎么样处理 工作上面的问题 也会很明确的点出我到底哪边需要进步 还有修改 分享很多人生的道理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可以在他的身边找到一个很安定的感觉 他就像是理智派里面的神若欣一样 非常的聪明又有能力 又懂得照顾后辈 他的高情商高智慧 甚至是高颜值让我相当的佩服 一直到现在他都是我向往 憧憬学习的对象 我跟其他的同事相处之间也算是非常的融洽 即使离开了大家还是会保持联系 互相关心 那分享这么多上班的好处 当然自由工作者也是有一些工作上面的好处 像是我现在可以随时决定我的工作内容 我的工作量 甚至我要在哪里工作 随心所欲去做时间的规划与安排 平日想要休息出门走走 就不用在假日去跟人家人挤人 不喜欢不适合我也有拒绝的权利 生活上面随时都可以保持弹性 去尝试更多元的生活形态 自由工作者所学习到的技能还有作品 都可以不断的累积 达到一个加成的效果 虽然自由工作的收入不是非常的稳定 多少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焦虑 但还好在我之前就已经开始投资建立被动收入 也可以主动的去安排工作上面的进度 很多事情呢我还是可以自己去控制的 如果再重来一次 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择离开公职 那有一些网友会私讯跟我说 他觉得上级很难相处 工作上面有一些不顺利 问我离职换工作会不会比较好 那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 你在工作上面或是人生上面遇到问题 先不要去逃避 要先想想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如果你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换到了下一个环境 或是下一份工作 还是有可能遇到相同的困扰 像是开口讲话这件事情 一直就是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我很喜欢安静的做事情 不喜欢开口说话 以前工作的时候 常常就会被对方说我态度不好 但我有时候就会在心里想说 哈喽你知道你一直在重复同样的问题吗 我只是语气坚定 其实我说话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太多的情绪或是异扬顿挫 听起来就会比较平淡 那我想赶快找到问题把它解决 说话这个课题呢 就是我过去没有真正的去把它解决掉 所以现在在拍YouTube影片的时候 就会有网友在下面留言 觉得我讲话很像机器人 那我知道这就是我自己不擅长的地方 但这是我选择的工作 不论好与坏 任何的指教呢 我都会接受 也知道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选择成为上班族 或是自由工作者呢 这些都是你个人的选择 选择了以后呢 就自己去承担 没有绝对的对错与好坏 现在如果你还不知道 人生到底要做什么 好好上班呢 会是最安全又最简单的决定 上班还是有不少的优点 那如果你觉得上班有哪一些优点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给广大的上班族加油打气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